欢迎来到《世界这样说》 《世界这样说》 在国内进行的扫图工作 国际间更是充满了批判跟怀疑 我们今天是想听一听大家的看法 我们先来看看 国际上怎么说这位总统 人权的重要你我都知道 但菲律宾的民选总统杜特蒂 却不见得认同 根据联合国调查 菲律宾是东南亚冰毒使用率最高的国家 如此严重的毒品泛滥 让坚信乱世用重点的杜特蒂 当选后便大力推行铁血扫毒 宣称又在半年内就把毒贩通通消灭 根据统计 火力悬开且不畏人权的杜特蒂 从6月上任开始 平均每天处决47人 目前已有将近3500人 因为扫毒等相关罪名而丧命 甚至还传出误杀情况 菲律宾目前已有超过50万人畏罪自首 但因为没有证据 大部分自首民众只是被列入观察名单 就是生怕自己成为下一个被屠宰的羔羊 今年9月15号 更有自称前杜特蒂赶死队成员 出面指控曾替杜特蒂 做出许多非法正义的屠杀攻击 在达巴尔市里 种种惊人之举 不止引起国际舆论踏罚 就连美国总统欧巴马 也看不下去开口劝诫 但杜特蒂并不领情 甚至还爆粗口表示 我家的事不用你管 我身为首席国家的首席 我们长得长时间成为一个军事 我没有任何教育 除非法律宾人 没有任何人 没有任何人 你必须尊敬 不要只提出问题和表达 即使全世界都在骂 但杜特蒂的民意支持率 却高达91% 甚至有数千名菲律宾民众 愿意走上街头 手拿人民团结挺总统布条 展现他们对杜特蒂的支持 他是国际口中恐怖的筷子手 还是菲律宾人民眼中的救世主 恐怕要等他卸任后才能评断 但毋庸置疑的是 菲律宾的总统任期才刚刚开始 的确菲律宾总统任期有六年 他还要干到2022年 还有很长很长的时间 太多太多的形容词 究竟让我们觉得 不知道该怎么来形容它 不过我今天坐在我旁边 我们特别请到一位黄琪宁小姐 我们就叫她Jan Jan是嫁来台湾好多年 而且她在台湾 非常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她自己成立一个台非组织的 在网路上的一个社群平台 来加强菲律宾在台的旅居人士 跟我们台湾民众的 情感的交流 所以今天我们请你来 说说你对于Duterte 你的看法 先说你的看法 Duterte真的是 在我的眼 他是一个爸爸 A daddy Yes a daddy a father 一个爸爸 为什么 因为他真的每次 会跟我们菲律宾人民听到 他会说 我当总统 因为我爱我们的国家 我爱菲律宾人民 所以你刚刚看了我们播出的报道 非常的negative 大部分的 这并不是我们把它做的negative 几乎我们看到的 国际的reporting 都是非常negative 或者你可以说bias OK 不管怎么样 你支持他 Yes of course I still support him 因为我们 不是只有我 我们全菲律宾人民 都看到他的live的演唱 所以其实你们看到 刚刚的录音或影片 你们看到最有一段一段 所以其实你看到的一段 不代表那个是他 真 不是完全 Yes 完全的内容 所以我很支持他 因为其实他真的一个爸爸 要把家庭的问题解决 然后那个就是我们很多年 真的很需要的一个总统 好 你要不要听听他们的看法 OK 我们也透过关键字看看 我们年轻人 这个 再到目前为止 这位就任才一百多天的总统 他们的看法 你是强硬不等于滥杀 你用的字眼 你认为杜特蒂在滥杀吗 其实我很支持他扫毒的这个行动 因为毕竟你看历届以来 这么多的总统 他们不可能没有尝试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他们却仍然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出来一个 强硬的领导人 然后来强硬的要来扫毒是OK的 可是他组织了一个自己私人的一个队伍 然后赋予这个队伍很大的权力 能够到街上去 可能他也没有经过证实说 这个人他就是有种种的证据 去证明他有贩毒或是他有吸毒 然后就把他杀掉 就有可能会有误杀的情况 可是我觉得 刚刚新闻也有讲到说 他人民支持率高达91% 所以我觉得既然人民都已经非常同意他这么做 那他继续做就对了啊 那我应该先确认一下 你刚刚说的 他的把这个drug的program的方式 因为其实如果我们大家都会看到的延长 还有我们真的听他mandate 他追着检查这么抓 其实很有human rights 真的很公平 为什么 我们有那个program叫double barrel 那个怎么做呢 但我们的Duterte的president 他会教你 比如说你是检查师 他会说你们先knock 因为已经有卸下来 所以都在吸毒跟买毒 所以他们会先 警察检查很危险哦 因为大家都在吸毒呢 他们会很平安地去他们家 说你好我们是检查 这边我们有名单说 你是有吸毒还有买毒 那你承认吗 如果他承认 Duterte特别跟他说 带那个人在我们的警察站 然后好好的写下来名单 然后要承认 不会再买毒 不会再吸毒 是不是很好 其实那个一个误会 我们真的因为 菲律宾人90% almost 90%是天主教 所以我们很多年 已经很穷到现在 而且大家都知道 我们以前真的很进步 比台湾进步很多 可是1986年变成掉下来 就是因为我们的总统 跟其他政府的关系 拿钱还有其他的问题 所以我们这个总统出来了以后 他有特别跟我们说 为什么我们很支持他 因为他有三个部分 第一 我不要毒 我不要吸毒 第二 我不要拿钱 第三个就是他不要有 那种罪犯 罪犯 杀人啊 还有其他拿钱 那这个罪犯 真的会不见 如果吸毒没有了 拿钱没有了 如果这样子讲 我们也看到都是国内面的 我们之前在 我不知道有谁去过菲律宾 我们这也应该去到菲律宾 但是以国际媒体讲的说 你刚刚告诉我们这一切 你觉得国际媒体或国际的报道 都是一个不理解 好 这一点大家怎么看好 这一切都是误会 误解 不了解 可是刚刚影片里面有讲到 有那个敢死队的人出来自己声明 他也是菲律宾人 那这件事情要怎么解释 就怎么解释 其实没有什么 Firing Squad的问题 也没有这个东西 真的 不是我现在在回答你的问题 不是因为我是菲律宾 因为我看 也是台湾人的角度 看我们的新闻 可是我没有只有看 一个 一个部队 你相不相信有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现在也看的都是报道 不相信 不相信 你的菲律宾朋友 相不相信这回事情 他们不相信 其实不是不相信 我们因为很同意 他的这个drug program的办法 因为我们知道正确的答案 所以你的朋友 基本上是不相信 这个人所说的话 不相信 我觉得你说要为国家好 可是他也要 依旋的立法 这个人有吸毒的 我很好奇的是 菲律宾是怎么认定 这个人有吸毒的 因为 像刚刚这样讲的drug program 好像是只是 他去警察局写一写就可以认定 他是不是毒贩 我觉得这个也很奇怪 第一个你说 the legal process it is in legal process 为什么 因为那个narcolist 就是那个名单 吸毒跟买毒的那个人 不是只有我们的总统积极写 不是 2010年那个名单已经出来了 可是没有人 愿意把这个list 讲出来 为什么很怕 因为很多都是drug list 里面都很大的关系 在菲律宾的政府 是 警察 总统积极写 警察 总统积极写 总统积极写 我刚刚就说过了 他们 不是因为在名单 他们抓住他 不可以 因为 其实我们的总统 有跟我们的检查说 一定要CIA caught in the act 才可以被关起来 这样就可以 这样就可以 That's legal 因为你吸毒 或买毒 那个就是已经不对的 That's against the law already 每个国家都有这个drug 的问题 但是很多国家处理方 是觉得你一方面 你要最重要还是 prevention 所以说 你不能把这些人都 put in jail 或者是 a kill on the street OK 然后就不全 drug 里面跟poverty 跟economy 有很多关系 所以你刚刚讲到 杜特地 有一些经济的做法 yes 他就任已经一百多天了 现在你看到什么 经济的效果吗 很多 什么 其实那个杀人 其实一个很 很不对的角度 要看 应该要先看就是 他真正做的什么 第一 我们的总统现在 在清点出来 我们的航空 有新的 一样 premium buses 可以做 对 因为我们也知道 所以他现在改善 这个mass communication 对不对 大宗的transportation OK 那是第一 第二 我们的总统也做到什么 就是age 让大家不管你几岁 都可以上班 好 那这些事情 显然国际上 我们看到的新闻报道 太少了 我们看到都是他每天 我也认为 那我也要问你个问题 大家讨论一下 这个总统Big Mouse 你承不承认 承认 而且他又讲说 你看 人家他莫名其妙 谈到希特勒 然后希特勒 杀了六百万的犹太人 他说三百万 他说菲律宾也有三百万毒贩 我情愿也把他们都杀掉 但是他在open的press conference 讲这个事情 为什么 就是人家觉得 你没有现在的一个 一个rational的国际领袖 他就会把自己爸当成 我是侯特勒 所以到底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其实我们 那个侯特勒的文章 这个是我们会去 我们的总统听 因为有一位总统 他说他很像侯特勒 他很像一个人在杀人 所以他就把拿来 变成他的笑话 自嘲 是笑话 可是 你就算笑话 你也不会 因为他知道 吉澤很喜欢写这种东西 所以他就很故意 真的很故意 那他为什么 真的 我只认 但吉澤会说我很故意 因为吉澤很喜欢写这种的 很不默默 很不对的 那你去莫名其妙的罵美国总统 甚至叫他母亲 为什么 我知道 你们认不认同 或者有证明他的这些做法吗 没有 我不认同那个 因为那个是不对的报道 其实内容里面 奥巴马有承认 内容那时候 他讲那个演唱 他其实没有在骂奥巴马 他在骂人材责的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喜欢他不是因为 要没有别的原因 没有别的原因 只有一个 他真的是真诚 然后为什么他骂 因为他很生气 为什么他很生气 因为细度 因为他很吓到 为什么到3千万 现在到4千万 因为他就是会跟我们 菲律宾人们听到就说 我自己也有女儿 我自己也有孙子 他们都是女神 他们晚上都没有办法出门 因为多一些细度的人 会做这个很可怕的事情 而且我们这边在台湾 或者别的国家都看不到 可是在菲律宾 正在每天都看得到 不管你骑髓 他们都会做这种 但现在你回菲律宾 会比较感觉比较生气 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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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这个绝对自然是会变好 但是难道菲律宾人 不会担心说 会不会自己有一天被误会吗 因为他杜特地 他就曾经讲过 他鼓励人民 如果觉得身边的有人吸毒 就直接把他杀掉 难道你们都不担心说 会不会哪一天我被传吸毒 然后我就突然死了 我一定要回答你们 其实我们菲律宾人 其实我们菲律宾人 都看到为什么 铁血扫毒的杜特地 菲律宾人民 菲律宾人民 都是带在羔羊吗 菲律宾人 我觉得身边的有人吸毒 就直接把他杀掉 难道你们都不担心说 会不会哪一天我被传吸毒 然后我就突然死了 我一定要回答你们 他真的没有用杀的方式 真的不是 他用立法的方式 我刚刚已经解释好好的 他有跟警察好好的说 在名单上面 全国家你们先问 问好了让他们承认 那个杀的部分 就是挤着把他们放大 菲律宾人 基本上 你们总需要 菲律宾总需要 对 当然 在过去菲律宾 一直跟美国是最强的 最强的核心 但是他现在显然 他不断地在修正他自己 骂美国总统 然后警告美国人 或者怎么样 或者他现在要去 中国大陆访问 而且跟美国人讲说 这是最后一次 跟你的我们的演习 菲律宾人不想继续 要美国这个核心吗 还是你们觉得美国跟美国的 是不公平的 因为你们的外长 也说我们不要做 美国人的黄的小老弟一样 有点在他下面 我想这个也许 让台湾人可以了解 菲律宾人究竟怎么看 你们自己的现在的国家 特别跟美国相比 特别跟美国相比 OK 追着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菲律宾人们都看到 为什么他怎么做 It's for peace It's for peace World peace 为什么 如果我们 应该大家都知道 他还没有多久当总统 我们已经有拿到 在写 写那个 就说 那个岛就是我们 男孩子 男孩子 但是 如果我们真的要跟 中国要邀请他 真的要这样 真的要还给我们 中国会不会生气 一定会 那 因为 我们有美国跟美国人 那 中国跟美国如果会 战斗我们的菲律宾 会变成 Battlefield 意思是在那边 吵 那我们菲律宾已经很穷了 没有钱了 阿米也没有 戏毒那么多 我们 我们没有办法 要把我们的国家 积极国家 积极的人 所以这一点 这个总统做对了 Yes 为什么 Because it's for peace 我相信 全世界大家喜欢 因为 以后如果 We will have good relationship 因为在美国真的 我们其实关系很好 我们也来听听大家的看法 对 其实我还蛮投影Juan讲的 因为我觉得 现在美国的军队 对于菲律宾人来讲 就是troublemaker they try to fight china 然后而且以前 他们在殖民的时候 他们也杀了很多菲律宾人 所以我觉得 菲律宾人其实现在 对于美国的态度 其实真的是 会有一点反感 Andy 我觉得菲律宾现在 其实并没有特别要 亲美或亲中 而是想要做到一个 自主外交的能力 不再像过去一样 依附着美国 我觉得过度依附美国 对菲律宾人 国家成长本身 也不是一个好事 我觉得刚刚听Juan讲的 我会觉得她 如果现在是为了避免 Fly 那会不会是一个 暂缓之计 那她现在 打冻结了跟美国的关系 那你们以后 会想要就是 想什么方法 然后继续维持这段关系吗 还是你就完全就是 为了讨好中国 然后就不跟美国交好 因为如果这只是 一个缓兵之计 那长远来看的话 要怎么办 如果我们听到这边 听了她在国际 这个事务上的 手段 Smart Move OK 刚刚我们听到了 她在这个内政上的 一大堆人骂她 她是个Killer 她是个 Russeless Killer 你们现在到底 怎么平衡她 所以这个总统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总统 我觉得她是一个 非常聪明的总统 Smart 因为 像是刚刚讲到 像Jen刚才讲到 她对菲律宾人民很好 其实我觉得在外交处理上 她对菲律宾人民也很好 因为 因为今天不管她 有时候亲美 有时候又亲中 她的立场如果不稳定的话 其实她可以在美国跟中国 都可以为菲律宾的利益 所以你现在对她的形象 到底你给她什么一个分数 到底是good or bad 老实说美国控制菲律宾太久了 这样做其实是有比较 有骨气的 也是骨气 所以你们都是 positiv给她 来 我觉得与其说 勇气不如说是 她懂得运用一些手段 去挑 不能讲挑拨 就是去挑起别人的兴趣 就是取得一个 我觉得算是恐怖平衡 我觉得她很不会做人 就是她其实是一个 我觉得她是好的秦始王 好的希特勒 但是她很不会就是social 就是不会那种巴结 巴灭玲瓏 但是她做的事情是正确的 这边我们这个 Jane拿来的这些是什么 就是她的 如果你们看Facebook 你们真的全世界的菲律宾人 都在用这个 这个照片 这个照片就是 选择事件 我们每一个菲律宾说 我是菲律宾 我支持总统 让我投票给她 因为在菲律宾人 真的 以前很流行 要买那个票 可是Duterte出来了以后 我们因为支持 这个计划 真的是积极说 我要投票给她 我不要卖我的票 如果你的国家 有这样子的一个领导 你们会赞成吗 来 我觉得如果走民生面来看 我觉得她的做法 很强硬很有效率 可是会造成社会恐慌 而且可能会影响 外商要不要来投资我们 可能会吓跑外商 而且对我们的国际形象 其实打上个问号 我不会想要这样 其实我是赞成的 因为其实我刚刚有听到 就是她 杜特地她出来 然后她是打着 就是她也是反贪腐 就台湾 反需要是从强势领导人的 孟子呢 我觉得我赞成 如果可以解决问题 我想回复刚刚安迪说的 我并不觉得外商会不敢来 因为如果治安面好的话 为什么不来呢 但是这种reputation吧 就国际形象 这样你的国际话 我先讲一下reputation 其实我们总统 Duterte 他就跟我们菲律宾人民说 我真的终点就是我们的国家 我最有要serve我们的国家 还有菲律宾人民 所以because of that 其实国外 我们的东南亚的朋友 还有其他的国家 其实很support 所以你觉得菲律宾的未来 他还有五年多 还有非常长的 你觉得未来会怎么样 菲律宾的会怎么样 他们说其实很多 还有新加坡领导人也说 应该菲律宾以后 会变成新加坡 新加坡 对 全眼预测菲律宾 会成为第二个的新加坡 你们的看法 来 我觉得他真的会走向 就是菲律宾 或者是democracy 因为他自己上任就说 他要把 因为他是南边出生 然后以前政客就是 会把南边的那些 经济实力都偷去 放到他们口袋里面去 然后我觉得他现在一方面 就是可以把南部的 种族问题解决好 然后他要推动这个的话 真的会变成一个很强的国家 我刚才听Jan姐讲那么多 我觉得就是 杜特蒂是一个很会用话术 操控他人民的总统 所以我觉得他最后 就会带领菲律宾 就是完全不理国际观感 走向一个 Misterine Island之类的 你呢 我觉得我同意经济 会变好这件事 可是我觉得 会不会走向Federalism 这种我觉得是打个问号的 所以你也觉得 他的经济会加分 好 舒雅呢 我也觉得他的经济一定会变好 而且会变得 我觉得他真的会变成 一个强盛的国家 但是 我觉得他也有可能 会走向一个独裁 对 因为我觉得他 他就已经自己都已经说过 独裁的国家 但是强盛 对 你担不担心 菲律宾将来的国家 会有这个 这个 opposition的力量 最后都在一个 一个strong leader 领导之下 最后 没有机会 你担不担心呢 不担心 虽然你会有很好的 可能 但是你也会有一个 非常强的一个总统 然后 他不会什么都做吗 我们不会担心 为什么 他还会接受你们人民的控制吗 对啊 一定会 因为为什么大家就是想把 国家的国家 你非常的乐观 对 我想要问一下 就是你 詹姊姐说 国家的国家 是他把他的权力 把他的权力交给别人 可是美国也是一个国家 可是你没有看到美国总统的权力 有因此比较小啊 所以同学有同学担忧 但是我今天Jane到我们这边来 我倒觉得 你是一个非常好的防守 对 这个 而且我觉得 像这样子一个国民 能够在别的国家 他能够 就他自己的立场 能够说得也如此清楚 也许我们都该学习学习 好 我们自己国家有一天 我要当他 我要为他辩护的时候 没有 除了火药跟威力 OK 谢谢你来我们这边 也让我们对于Duterte 以及菲律宾的民众 以及今天 以及未来的菲律宾 有一些新的思考 谢谢你 好 非常值得 也希望您能够跟着我们的脚步 一起来多了解一下 这个世界变化复杂的多面 好 等一下我们看看 今天我们请到了哪一位主题人物 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